这六对姐弟恋夫妻,最大的相差47岁,他被骂是吃软饭的男人。 虽然人们常说女大三豹尖砖,找一个年纪稍微比自己大的女人做老婆知道疼人,但也有女大五塞劳姆的调侃,其实殊不知,有些人喜欢的已经不是塞劳姆了。 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女方要比男方大10岁以上,那么她们应该被称是再老了了吧? 王美华与汪建民相差12岁,有人说是姐弟恋,也有人说是母子恋。 尽管宝妈与汪建民没有血缘关系,但汪建民是宝妈的前儿子,宝妈是汪建民的前妈,这在业内人所共知。 宝妈与汪建民交往两年多恋情变化下句点,宝妈表示她对我真的太好。 不过两人在一起之后,外界关注和彼此个性差异都是压力。 李冰冰与旭文男相差16岁,45岁李冰冰与小16岁的圈外男许文男,两人被曝光立下爱情后,经常透过微博秀恩爱。 不过李冰冰相当保护这段得来之不易的姐弟恋,小线肉男朋友的正面照也很少曝光。 中立体与张伦硕相差12岁。 不愧是性感女神,结果两次婚,有了三个孩子,大女儿都是几岁了,却在46岁高龄嫁给了小她12岁的张伦硕。 张伦硕不价不仅长的英俊,任聘家,还从未结过婚,还是一名影视演员。 尹能静与秦浩相差10岁。 尹能静与秦浩相差10岁男友秦浩,并与2015年在普吉岛举办海岛婚礼。 婚后两人幸福美满,而有些粉丝就不明白了,比伊能静年轻帅气的秦浩为什么取离自己大10岁的伊能静呢? 而随住某综节目两人的相处模式也曝光,不少人网友认为伊能静在也输不起,所以爱得很卑微。 尹仲瑞与陈丽华相差11岁,尹仲瑞本是86版西游记李唐僧的扮演者,原本他可以和六小灵同老师一样大红大紫,可是他却在1990年选择了急流勇退,与富商陈丽华结为夫妻,还退出了娱乐圈。 与富商陈丽华结婚后,当时带给了唐僧持重瑞不少流言蜚语。 许多网友称他,戏中他的唐僧有骨气清清白白,可惜戏外他就娶了富商,很多人都说他是绑大腿,没有骨气,吃了骨气。 软饭的男人。 软饭对京剧的认识,非常认真。 软饭对京剧的认识,非常认真。 软饭对京剧的认识。 三光子与东山季之相差47岁。 三光子是日本知名女演员,曾主演过乔田寿赫子的《冷暖人间》,有杰尼斯之母头衔,后来在2012因肺炎去世,享年92岁。 早年他对日本男演员东山季之十分宠爱,但两人年龄相差47岁。 而东山季之却不顾年龄差距,37岁时娶了84岁的三光子。